我們就一樣開始今天晚上的折舞 好像又要進行那個折舞的介紹 那今天一樣有第一次來折舞的人嗎 有耶 還是有耶 我們都希望說哪一週沒有那個 以前沒有來就是都有來過 那我們就不用做折舞的自我介紹了 因為大家認識折舞嘛 如果不認識的話也不會來 那我們還是要簡單講一下說 折舞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它的由來這樣子 那其實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然後這個七點的這個時候 晚上這個時間 我們就會有一群人聚在這個地方 然後 好 他可能是在抗議 因為他每個禮拜都有聽到 那 不好笑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晚上就是會在這邊 然後跳選一個議題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我們會找來不同的講者 然後針對不同的議題 讓大家來想想看說 不管是台中也好 或者是一些台灣的議題 因為我們其實 如果大家有在follow折舞的話 其實你會知道說 折舞它每個禮拜的議題是非常的廣泛的 像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台中非常在地的 黎明新春的問題 那我們也有談過 之前我們也有談過 台中的這個 最近也是吵得非常的兇的 缺乎攬車 那我們也有談過 更 可是全球性的 如果是全國性的議題 我們談過司法的人權 我們談過台灣的司法院案 那我們也有去談過太陽花學運 其實我們什麼都可以聊 博恩哲武它有一件事情 就很有趣的是 我們盡量在這個場合 我們不要去引經句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 對話討論的場域 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去了解到說 這些看起來很堅塞的議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或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瞭解 那哲武它有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會有自我介紹 就是每一個來參與的人 都會自我介紹 所以你看為什麼那個大哥 要站在門口 因為有些人講完 他就想要走了 他會在那邊幫我們擋住 說不遵照 那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哲武它的精神 希望它是一個 以群眾為主體的公共的論壇 那什麼叫以群眾為主體 就是說我們今天的講怎樣 或者是我們對這些議題 有一些專業素養的專家 學者 或者是有在研究的這些人 我們覺得他們的意見非常的寶貴 但是我們希望它不一定完全都是對的 我們意思是說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市民來討論 我們每一周的這個議題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待會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們雖然只有短短的10秒鐘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簡單的介紹 你從哪裡來 然後為什麼你今天會來 那你對今天的議題 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是對於議題很有趣 所以你才來的 還是你仰慕哲武很久了 所以你就會哲武不來不行 想要來聽聽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有一些人 他是 他不管這個禮拜要談什麼 可是他每個禮拜五晚上固定的時間 就會到這裡 他變成是一個他每個禮拜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哲武他是怎麼運作的 其實他可以看到 我們也看我們有人在做露營 我們有人在拍照 那我們也有做那個海報 或者說現在場地的布置啊 那我們每個禮拜其實就是依靠著一群志工來 將每個禮拜的哲武完成 那志工當然就是沒有領薪水嘛對不對 那 其實我們也對於獎者的部分 我們也都沒有去 給付什麼獎者的費用 但是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禮拜的 找來的獎者來的地方不一樣 有時候比較遠 那我們也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補貼他們一些交通費 所以我們這裡有這個哲武的益住箱 已經有人放進去了 如果說大家有零錢 或者是你有可以覺得說 哲武不錯 希望他可以繼續的 用小小的經費運作下去 那也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幫我們 益住一下 那你可以投零錢也可以投一千塊 我們不會反對 就是非常OK的 那哲武器現在台灣非常多的地方 都有 不只是在台中 在台北 在台南 在高雄 今天像我們甚至有一場 在那個雲林科技大學 他們今天去找 黃國昌 去談的 所謂的公民覺醒的議題 這方面的議題 那其實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更多更多的地方 有像哲武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固定的 然後甚至一個對話的空間 因為我們覺得 不管是在我們想要 像我們今天要談的 對於一個小地方的發展 或者是對於台中 或者是對於整個台灣的 未來的想像 應該要是怎麼樣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 對話的空間 可以不斷的不斷的去 整理出一套我們所想要的 那樣子的生活的方式 以及態度出來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參與我們的志工 然後如果你是 不是住在台中 然後也沒有生活在台中 現在只是剛好路過 那你也可以去看看 哪一個地方 有哲武 你也可以去多聽聽看 或者是你想要 從你們家 或者是從你想 在生活的地方 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那我們就來開始我們今天的自我介紹 通常 大家都不會坐在第一排 因為 他會從第一排開始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從第一排開始了 我們從門口開始 欸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式的聯繫主 台語 台灣語的決心還是 台灣語的決心 那不是都在說台語嗎 那上一半都在說台語 那是你 你是四年 我四年 那你應該用台語介紹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來玩英文堂的四年的老兄夫 因為他們上禮拜 有一群那個大衣的學弟妹來 然後大家都用台語自我介紹 你是學長 不能輸嗎 對不對 好 對啊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怡傑 然後 我是今年剛從新竹回到台中 就是自己的家鄉 然後回來工作生活 這樣 好 那妳對台中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自己本身住南屯區 然後 靡靡新村離我們家很近 然後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地方的感覺 和氛圍 那台中跟新竹有什麼不一樣 差很多 哪裡比較好 無法 目前還無法 目前還無法 好 大家好 我是中西圓藝的禮拜 我是阮俊達 然後剛從台北也是念完書 搬回台中 那現在 跟一些朋友在台中城市發展影標團 一起跑一些重畫區的發表 那應該對 台中最近這樣子的重畫案 非常的 感觸很深嘛 那我們待會應該也可以聽到 就是 田吊團 對於這些 不管不只是 靈敏社區 等於是連整個南屯森 整個台中 現在目前 在進行整個重畫案的這種方式 發展的方式應該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那我們也蠻期待的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人 我姓劉 劉忠遠 我是台中在地的房地產投資客 而且想聽一下 不同的意見和聲音 可能我 你們認為我是異類 對 但是我上次聽了你們 在YouTube上面那個 講台中的臉變很有興趣 聽一下不同的意見 非常歡迎這樣子不同的意見 因為職務本來就不是一個議員堂 我們希望每個禮拜 其實都會有不一樣的立場 或者是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這個議題 那大家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去整理出一套 對於這個議題的新的想法也不一定 那我們非常的歡迎這樣子 我們這幾個禮拜以來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意見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表示職務現在發展的蠻健康的 他不是一個大家會覺得說 他不能來講話的地方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新年鳳 然後我住過台南跟台北 然後來台中一年多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對於在地的文化是蠻有興趣的 那剛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就想說要來了解一下 在地的東西這樣子 謝謝 請 嗨 大家好 我叫曾志環 我畢業於台中靜宜大學 社工系還有法育系 租過台中 然後現在台南服役 那之所以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是因為我的老家在農頭的中信信村 他也是一個 以前政府規劃給軍公教人員住的地方 那中信信村目前也被規劃成高等研究園區 然後也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想說 就看看不一樣 政府對於不一樣的園區 就是舊的這些新村什麼的改造 到底會有什麼問題或有什麼樣的討論 大家好 我叫做王俊彥 然後英文名字叫做Bush 然後 我是 就是 好 那我坐著 我 國中高中是念台中的衛道中學 然後我大一之後去日本念書 然後念了四年 然後上禮拜剛回來 剛畢業回來 然後現在在等當兵 然後因為我大一過去的時候是2010年 然後那時候就是 這邊星期五剛開始辦 所以我四年我都沒有參加過 可是 在日本就是接受這方面訓息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一直有文獎參加 然後上禮拜剛回來 所以 終於到我們很開心 很高興這次帶來 謝謝 那中文講得不錯唷 大家好 我是陳子萱 然後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大一 那你知道這裡的前規則嗎 我 台語一可以的前規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 我是中輩選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一年級的先生 那你知道規則嗎 大家好 我也是當樂的同學 對 高興今天能來 大家好 我是語心 然後上班族 那其實我對於這一題 我剛剛有稍微查過一下 就是 我實在很不能了解台中教育大學 我為什麼 不管是神高福建的一題 他不能把福建那樣填起來 然後在隔壁再挖另外一條 或者是林郭 他們想要把他挖起來 然後改成暗絕的方式 我真的很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要把一條好好的水路 那樣把他填起來 我都沒想到台中市政府 沒有事 大家好 我姓陳 他住台中十四年 住林林青春的旁邊 11月份女兒二年級要戶外教學 知道她是林林國小 所以也來這邊了解一下 我們所不了解的事情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在台中當期待一個 學生 那個 基本上禮拜五就會到這裡 報告一下一點點讚 因為我是在農事所公家黨 我目前 因為我嘴巴很貼 所以一直很喜歡跟周圍的 助於那些討論公共議題 對 然後 應該目前有七八個 對我一直想到 所以你要帶他們來職務 我們可以用更多人來影響 他們現在很抗拒 但是至少現在 會願意談 公共議題跟政治 類別的東西 大家好 我是台中家家學台的系列幫你 欸 沒事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也是台中高大學 台語系的 陳敏煥大學 你們還有多少 台灣語 台語系的舉個手 好不好 小小的舉手 哇 怎麼這麼大啊 大家好 我是台中高游台下 台語系列 五中 厲害了 大家好 我是台中高中生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雲相 然後我是文化高中 高二的 謝謝 那剛剛那個是哪個高中 是文化 好 大家好 那我叫謝謝 我這個田雲餐廳 我大陸聽說 這個植物 這樣這麼多 啊 今天齁 專人來 剛好有時間 啊 平常齁 我只要帶你這個大業務 這裡 你那個 你未經營啊 這麼近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意義 來這裡喝酒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不是台語系列 可以說台語嗎 不是 我是台灣 有的 有的 我是專業 就是 我希望說 今天拙五百一回 我感到說 這個社區一直走 我們自己做老闆的地方 雖然我是台語人 台中也八方米 我感到說 任何一個社區 尤其是白水 有的 你也有處理會 人過一回 全我們到的人過一回 所以說 這是絕對的 希望說 大家說 你今天 有糖才有人 沒有水就有人 實際上說 要生態才有 我們演唱 我不是大家 給你報警的水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劉耀寬 然後 我現在在 等當兵 好 就是 今天會來聽 是因為之前 我去黎明哥看過 然後覺得那邊的 神態做得很好 然後 另外我想要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 我最近跟 跟一些夥伴 組成了一個團隊 叫做 綠川工房 然後是 要改善那個 綠川 對 然後 我們目前就是 會辦一些活動 然後引起大家 就是 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後讓大家來注意這個議題 對 然後 另外就是我們 11月8號 會有辦 淨川活動 在 就是 在那個 中山綠橋那邊 對我們 我們會在那邊集合 然後 2點的時候開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奧寶 我也是 台中教育大選的 台 台體獎的新生 然後 我來自澳門 是交換學生 不是 我是來讀大學的 調生 對 然後可以唱 然後 旁邊那個呢 他是陪我來的 陪你來也是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服務業的 鄭浩傑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在地人 然後對於那個 台灣的那個 宿舍局 沒有興趣 但是卻一點都不了解 所以今天來瞭解看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居民 然後 因為其實 我們 因為我本身是台中人 那因為 現在目前的話 台中其實 很多 就是在地性議題其實蠻多的 那其實 今天的議題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對 當然就是說 就是希望能夠 藉由 就是 每一次的 就是有關於 台中的這部分在地的議題 能夠 讓 更多人 不只是我們 也可以讓我們周圍的朋友 能夠去了解說 我們現在 目前台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 因為 我們身為 土生土長的人 的在地人 我們一定要去了解 對 那 這部分的話 嗯 就是希望能夠 大家也能夠 去 影響 更多人 來 拼責物 對 謝謝 對啦 我幫那個工民組合 制度行銷一下 大家好 我是工程師 來自工業區 那我本身也是 難蹲的人 然後 我家附近有一條柳川 聽說它以前不是水泥控的水溝 那 聽說以前 綠川跟梅川也不是這個樣子 那 我 中間離開過台中很多次 每一次回到台中 下車的感覺都是 Oh shit 怎麼又變了 而且怎麼變得不太妙 所以我希望 可以有關懷這個 國際的家鄉 更要變好一點 大家好 我是鄭國亮 我是中心大學的學生 然後 我家住林新村 所以就是想要知道一下 那個 搬到 搬到中心附近很久 可是就是 會不會需要一起住那邊 就想要知道說 現在 那個到底怎麼回事這樣 大家好 我是陳瑜阿 然後我是進一道 船系三年級科生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叫陳韻如 我是基尼大船系 我在那邊當老師 那我 我 家住台北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也算台中人 那 對台中這邊的 發生的什麼事情呢 我都非常有興趣 然後很高興今天能夠有機會吧 OK 謝謝 老師可以幫你的學生帶來嗎 這個就是 大家好 我是唐文教育大學 台語系大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嘉 我台中人 然後我小時候 我爸媽常常帶我去中心新村 放風針跟丟飛盤 就很像在六小孩面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中心新村 因為有個大草皮 所以我對新村的印象就是 它其實綠花是做得非常好 而且是低密度的一個居住空間 所以我很少就問我爸媽說 我們可以搬到這邊住 然後大一點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FB有人在分享 就是長安新村 女兒把它暱稱為三光巷 然後有一群年輕人在那邊 就是有借了一個叫做 老屋發春的一個活動 我去參與 但是參與沒多久 他就被拆了 我還沒認識他就被拆了 然後所以後來 去年其實 我是去校服務 所以我就有帶學生去光復新村 因為覺得前面公車五十號會到 然後我就覺得 欸那地方很好 因為剛剛有人在拍電影 然後但是小黑文很多 然後它被定為文化景觀 覺得欸那很不賴 但是旁邊就是921 就是那個地震園區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麼好的一個綠化的空間 然後一直到今天 它可以是什麼樣的樣貌 有沒有辦法做一些想像 因為最近剛好看到那個新北市 有在推出一個廣告 就是一些老舊的房屋 然後它透過一個洞 然後把它翻轉過來就說 欸讓你年老的爸媽 能夠搭電梯 出在大樓邊 真的不是很好嗎 那我就會想說 欸為什麼一定要住大樓老的 就一定要搭遍梯 如果它能夠住在一樓 前面有綠地 然後那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動 這也不是一種很好的一種模式嗎 就是不是不見得 舊的東西就不好 所以可能以前那個新村 到現在到底有什麼樣貌 因為我對淋漓新村 真的不是很熟悉 我只知道它說它的樹也不少 然後旁邊好像有個溝、群、稻 之類的 對就是可能等一下請那個角色 可以跟我們多做一些介紹 所以你常在就是一個小小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蘇菲動保志工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漢齒 我是全面幫你的志工 謝謝 歡迎大家來那個 當志工 我說非常歡迎各個團體 來這裡工廠服務 如果你有什麼活動 你們有什麼需求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來這裡做介紹 隨便罷免不要再介紹一下 他們在那個CUM29號那一天 然後他們會進行一個所謂D-Day的活動 那為什麼要叫D-Day 就是所謂的民主的一天 他們希望可以在很多個投開票所外面來擺攤 讓你投完票的時候出來 你就可以去簽下一張罷免的連署書 罷免誰 很剛好 剛好就是西南屯的毛立委 因為據說講出來會被怎麼樣 我是不知道的 西南屯區的立委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全面罷免 好 我們繼續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小學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小學 大家好 是他同學 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 我就要看看他 大家好 我就問問你 然後 剛辭職 然後 玩了一個月 對 然後 今天剛好下火車 所以就直接過來 是台中人嗎 還是 台中人 我以為是流浪 剛好流浪到台中 然後因為 今年就是 因為我以前在台中出生 只是半家半半去 就沒有一直坐在台中 那 今年回來之後 就覺得 台中 變得很多 然後就覺得 變得很像人住的地方 所以就覺得 即便現在再怎麼討厭這個地方 還是要 好 因為都已經選擇住在這裡 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 謝謝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世界的大台中 變得更滿豬人 是沒有想到 大家好 我叫梁凱希 然後我念台中教育大學 也是台灣語文學系 所以你們老師今天沒有來 可是學生還是都有來了 所以是老師叫你們來的嗎 對 他有逼你們來嗎 這是誰 哇 好棒喔 大家給他們鼓掌好不好 他們自己都來了 好 大家好 我叫鄭宇辰 然後我是中興大學代理的行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劉濟欣 畢業於台中教育大學 我們不是台中學系 我是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我目前在飯店服務 你知道嗎 那之前 對於林明新村的印象就是 我在警察局服務的時候 我常常 因為警察局在文新路 然後我常常走路 越過七起一直走到林明新村 所以那條路線會很新跟很舊 同時會在那條路線上都會看到 那第二個印象就是 我常常很想去吃那個 林明新村裡面有個福利餐廳 如果去了兩次都落空 因為他都休息這樣子 就很可惜 好 那下來 大家好 我是映玄 然後是台中教育大學 區域社會發展學第三年級 然後也是台中人 對 好 大家好 我叫廖家瑟 今天很高興 因為 可能是這個禮拜五 跟人家說話說太多 今天這兩禮拜 很多年輕人都會說太多 說太多 我是覺得 這幾歲的現象 我們說得好 但是只要你去說 就有機會說得好 有這個議員才能收到的 好 感謝 另外我介紹一下 我是廖家瑟外的廖家志願 好 大家好 我是廖家瑟 然後就是也是田吊團 然後之後田吊團會辦了解區域計畫的工作坊跟讀書會 所以然後週末就是會跑跑台中的田吊 對 然後吃吃美食 所以歡迎大家來 對 那消息要從那裡得知 就是 可以找他 對 等一下會後跨 然後Facebook 有嗎 如果也沒有 就是 這個部分不顏色 就找他 對 好 我們等一下找他 大家好 我是張昌凱 我今天代表那個 喔我今天會來的是因為我要當學生的 那我本身就是從小就在林林奇心地長大 念林林國小 念林林國中 那如果林林有高中的話我可以就會願望 然後我現在在等當兵 那今天非常開心就是 有那麼多人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有一個炒創性的社團 叫做0100好嗎 Facebook搜尋0100好嗎的粉絲頁 就是可以找到 裡面現在人數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 我們也沒有做出什麼事情 但是前一陣子我們跟台中田尿團 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所以今天如果聽完 各位有任何的想法 然後大家都可以找我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接下來的課 謝謝大家 怎麼搜尋 你現在就可以叫大家那個手機拿出來按讚 對對對 首先搜尋0100好你好嗎 我好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 拿出手機 快快快叫叫 現場應該很多人都已經有按過站了 那些沒有按過站的 你現在忙搜尋0100你好嗎 大家好我叫家人 然後我是台中人 我很關注台中的文室的相關 然後 因為我小時候住在水南 然後在那個 那邊有一個眷村 然後小時候經過的時候 覺得裡面很好 就是很有人情味啊 然後後來 呃 後來高中 然後跳雪或者去看那邊完全的產品 蓋一個那個大 就是 很高的那個工道這樣 所以 就覺得蠻可惜 然後所以也想去聽這些議題 所以我也是 說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也是 大家說我叫藍堅基 我是西蘭人 我現在到底在台中 是那個高同大學的社會跟文廣 沒有那麼瘦 那我現在在那個 那個當大高同大學的教授 所以我自己想說 我的客人 沒有想說要帶 學生仔去很多地方看 所以我跟我們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跟我們環境很好的地方 我跟我們環境很好的 尤其 台中現在 一直在包店的時候 我跟我們環境很好的地方 我跟我們一起去 讓大家說 我們去那邊去 那邊去 那邊去想說 那個未來 那邊是要過什麼生活 要用什麼方法去過我們的生活 我剛才一直在的 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先來過來這裡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巧一 然後一陣子沒有來了 今天終於又過來 然後 因為我是住在大墩路 跟大葉路口的附近 然後我很常 就是沿著大葉路一直走 就是走到底就是淋淋新村 然後就會 途中就會經過無人淹 無人味的七期 然後一直走著走到 那個就是淋淋 路那邊過去 正好是淋淋新村 然後我還蠻喜歡那種感覺 因為我 小時候比較常去那個 中心新村 所以其實那種感覺很熟悉 就是淋淋新村的感覺 那其實我們會還蠻想說 如果在那邊找房子 就是要找房子的時候 就會覺得 那我可以住那邊多好 可是現在那邊的房價會很誇張 如果說 就是大家有找過那邊的房子 或想買過那邊的房子 就知道那邊很非常誇張 那是覺得比較可惜 因為外人其實很難進入那個區域了 然後所以今天對這個議題有興趣過啊 謝謝 我叫鄭文彥 那因為從小住淋淋新村 所以要也站在那邊讀書長大 所以就過來聽聽 謝謝大家 那大家好 交稅 然後是台中人 然後家在市政南部 其實就在淋淋社區外面 然後也是就是想聽這個議題 然後過來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竹芬 然後原本在台北念書工作 那因為結婚以後 剛好來到這個地方 希望可以多了解台中 好 換裡面 大家好 我是余晨 然後結婚之公 謝謝 我們還有沒有自我介紹的嗎 不好意思 那個簽導表等一下傳下去 如果說 沒有停過的再幫我們停下一秒 這是哲悟的啦 不是女學校的 這是哲悟的簽導表 這是哲悟的簽導表 這哲悟的簽導表 要簽導表就馬上準備 要簽導表 要簽導表 不是台灣語文學系的簽導表 下文 大家好 我是興隆 我也是哲悟之公 大家好 還有誰也要做 大家好 我是許華芳 我是那個島國前進的志工 之前有夥伴在 就是 就是在投入這一塊 然後還有就是發文給我 那我希望可以親自來了解一下 一些 好 還有還沒自我介紹的嗎 既然講到島國前進 因為他們也在1129那一天 也會 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起擺攤 好 換完自我介紹 問到到底是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離中心新春也很近 然後 你會覺得發現 怎麼突然 中心新春要變成所謂的 高等科技園區 你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適合 需要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全台灣到處都要有科技園區 我們還不夠科技 還是要再怎麼科技 就是覺得說這種發展的東西 好像完全從來沒有問過我們 因為我下午 因為工作的關係 在寫一個新聞稿 然後就看到了 我們家前面是六線道 各 汽車各兩條 然後還有 最旁邊還有機車道 那它中間都有分隔島 樹都非常的大顆 20年了 結果我今天看到 有一個縣議員提議 他說 那他也在看 那他自我介紹 他說把分隔島 機車的分隔島 全部都要拆掉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沒有問過我 也沒有請教過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的決意 是要把它拆掉 那其實不管 我覺得不管是在黎明新春也好 因為我們 因為之前工作的原因 也有曾經在黎明新春 待過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跟中興其實 他們有很多人 是從中興新春搬過去的 那是一個人文的自己 他會有一個脈絡存在 可是我們在這些城市的發展 過程當中 他把那些東西都無視 然後直接用產平式的開發 在南土門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案子 可是這塊土地上住的不就是人嗎 但是我們都沒有看到人 在政府的這一塊市政上面 好像人都不存在一樣 就只是一個用滑鼠 然後點一點說 啊不然這一塊圈起來 然後就用那個 一個挖土地的圖像 把它弄軌 就結束了 然後又要開始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樣子的想像 真的是我們所想要的嗎 就是為什麼市民 不管是台中 或者是其他地區也好 甚至是所謂的大埔 都是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這些人 這些城市的想像 都沒有再從市民開始來討論 所以這就是責武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從這個地方開始去討論 台中到底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這些地方不斷不斷地在重化 可是現在的中區 是不是已經跟我們以前 所看見的中區完全不一樣 那大家一直在講中區要復興 或者是要再生 那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這對整個城市的想像 我們也希望就是可以 從台中的哲骨開始做起 從這個城市的角落 有這樣子的一群人 因為我們今天也許只有三四十個人 五十個人 可是每一個人回去可以影響更多人 把這個訊息傳達出去來告訴別人 我們也可以透過網路 透過錄影的直播 透過照片 透過文史的資料 開始讓更多人來了解 去理解說 我們想要的城市是長什麼樣的樣子 應該要有什麼樣子 那我們想要的發展是什麼樣子 好 我好像講超過十秒鐘了 那就開始我們今天晚上的活動 然後把麥克風交給主持人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謝謝 谢谢大家